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今天是蔡英文的幕僚 我真要打洪秀柱的话 我等到他跟选委会登记 把这个教育部不承认的秘书理 州立东北大学 这个名字好长 写上他的公报之后 你犯罪了 使公务人员登载不实吗 跟伪造文书罪 等到你开始正式变成候选人之后 我再打你 国民党才死无后路 但我现在打 目的就是要扰乱 因为这是国民党的内斗 这不是选战 这是内战 在内战的状况之下 你仔细想想看 有限度战争在近代历史上 几乎从来没有办法获得胜利的 所以换句话说 这次的下手 看起来是想要毁掉洪秀柱 饶过国民党 以便国民党在提出新的人事的时候 坦白讲 我们好像没有办法说 不好意思 我们的国民党推出来总统候选人很笨 所以他没有办法理解教育部不认证这个certificate的问题 等一下 这是什么议题 也就是你不能用一个人的智力跟他的学历来做直接结合 说不好意思 他的硕士学历在台湾不承认 所以我们认为他没有资格竞选总统 我懂了 在这个时候 你说他笨我吓一跳 没有 这个东西你只能用学历认证嘛 那学历如果不认证 最多就退回去到大学 在我国的法律上面没有禁止他不能用大学学历来选举 我觉得还是这样讲 纵观整个来看 洪秀柱的问题更大的 是在他的团队 那你仔细回想一下 这个事件刚爆出来的时候 他的团队其实如果真的了解的话 他的合理而稳妥的回应是 这个学历在美国是被认可的硕士学历 那所以没有造假的问题 结果他自己一个脚软 就是你仔细想看这个很怪 人家打你这个学历是造假的 你只要回应这不是造假 而且我有证书就好 就你自己出来说 不好意思这学分班 然后你后来找了一个 这个要为你作证 有没有正常来讲 我们找他为你作证 要很强力的专家证人 这个专家证人 身份地位很高啦 这个到国立大学的 几乎顶天的领导单位 的这个相关职务 好所以他出来讲 其实我们出去那边 也有助教会帮忙翻译 就是又在脚软了 你知道你要嘛不要推出来 你就说我这个certificate 上面就印的是master of arts 好没问题 除非你叫美国国会 推翻这个认证 而各州教育部 也不管这个东西 结果你找出来一个人 反而增加更多话尾 就我没办法想象 如果你是洪秀柱的发言人的话 你难道没有事先 就跟上法庭接受质询一样 难道你没有跟这个专家证人 互相做结问吗 说如果媒体问到说 大家英文能力怎么样的时候 你要怎么回答 正常回答说 我们其实都很认真实在不行的话 我们会特别找人为我们再进一步的辅导 这个听起来多好 这听起来就是一个很认真的台湾土生土长的 这个一个政治人物力争上游 到了美国很认真的求学的故事就不是说 不好意思我们这个听不懂英文的时候 助教会翻译 我觉得应该这么说 这件事情在学历上面 完全是一个歪打正着 就是有人打过头 明明没有说造假 但是他一路打到造假之后 你反而让洪秀柱有了翻身的机会 但我个人还是觉得下礼拜一 在这个题目上面 大家一定会更深入 想象一下如果我要打洪秀柱的话 我下礼拜一定打别的议题 这个议题打出来没有办法深入 无法扩大战场的时候 我觉得战术上不够好 好我在问这个国中委员之前 来春晴 我接这个宅审了 我也希望下礼拜就忠实 我觉得是这个蛮无聊的题目 可是问题是 欲罢不能一直在弄这样 那我现在讲我的立场 我是非常痛恶学历 哈佛大学出了很多垃圾 台大也出了很多垃圾 又怎么样呢 大学名牌又怎么样 可是刚刚学生讲的是 为什么会歪打正着 为什么有些虚啊 有些软角 我觉得他们两个 周一寇跟那个洪秀柱 实际上两个有同样的毛病 都是什么呀 学历智障 名牌智障 大学历智障 就是学历中心 而且是什么 最好哈佛 什么牛津 这是那个时代的一个价值嘛 所以洪秀柱因为没有 所以虚虚的渴望就去弄了一个这样 所以当人家攻下来之后 他就感觉自己有点不太对劲 可是我要问说周一寇 你到底在攻什么东西 我好像也听到他讲说 这是野鸡大学 东北大学的杜鲁门大学 是不是野鸡大学 这是一件事情 那好像是野鸡大学 下面一个野鸡学位 那这个不入流的 这是一部分 至少好像没有说到他是买的 我就说好 他用一个 我说买到一个假的 他好像是用竞乎买的 用一种不是正规的手段 去弄到一个野鸡大学的野鸡学位 这个就是充满了名牌思想 这是一部分 另外他说他假是说 你看你回来 你为了这个选举 你把它弄到选举公报 那就涉及到两个 这个教育部到底承不承认 然后中选会到底认不认可 这就涉及到法律上的问题 可是我也要问周玉寇 就是说 我先讲洪秀柱 洪秀柱自己自相矛盾 他说实力不等于学历 所以你看起来是不在乎学历 重视实力 重视能力 如果这样 你为什么这么在乎这个学位呢 你为什么在乎这个东西 你就刚好自相矛盾 再看一下 摆在上面 美国秘书里周玉大学 这个教育硕士 所以我是觉得 他这个地方的自相矛盾 然后让他这个陷入一种左之右处 所以我是说 如果要今天要讲他的诚信问题 因为周玉寇猛攻他的诚信问题 有三个层次 他是不是去买了一个完全假的东西 那么以假乱真 那你这个很严重啊 你说谎啊 你造假 还是说 他用一个野鸡大学的 一个野鸡学位 自认为是 还让人家以为他真的是 美国留学回来了 所以这个地方 名根实不合 所以这个诚信有问题 那这一类的诚信 什么样的诚信 如果要检验这种道德诚信 我是希望检验的人 自己也最好站得住脚 有时候自己的这个 用这么高标准的真实道德 等一下 你是说去 你哈佛的那个媒体人吗 我常常讲 有些人以前是 马金的马前竹 还是他的打手 忽然间现在变成是 打马第一英雄 对 特有正义之士 是 你说这个道德经得起检验吗 真的是经得起检验吗 客观效果不错 他们打马这东西 可是你 就是说当你用这么高的 政治道德标准 而所谓的诚信问题 要洪秀柱退选 高到这种尺度 你说洪秀柱可不可以 我刚才讲 你也这么在乎学位 你也这么在乎虚名 结果你自己就搞到了 那自己心虚虚的 然后人家批评了之后 他果然就软脚 是这样子 所以我就是 第三个词是说 到底今天在中华民国的 这个行政上 司法上 洪秀柱这个作为 有没有涉及到犯法 涉及到违法 那如果这样 你当然更不用讲了 所以这个教育部 要不要出来背书 中选文要不要出来背书 包括美国认不认证 这些东西 都是一些肢解 所以我是说 这一场到底要打什么 要打这么高的政治道德标准 我也觉得蛮好的 可是说真的 对这个洪秀柱这个世代 的这种国民党 他又不是马英九把自己化重成说 你看我是天下第一棒 他一路大家说真的 大家喊喊喊就是这样 那我不是说这样就放过 我是觉得对洪秀柱这样的人 其实更应该检验是很多其他的事情 那么今天周一寇这么一个出手 而且希望他能够退选 这么强一个政治力道 是为了自己 博板面还是真的在主持争议 还是说后面 还是后面说有什么样的一个 为谁做打手 我是觉得这当然是余序 可以看看 不过就像讲说 借这一次 大家来谈谈学历到底重不重要 严格讲 大家知道台湾的学历 早就一塌糊涂不是吗 周一寇理想中那种 名词相符的 名牌了 第一个不要讲说 到处现在学历犯难 这些名牌 现在早就扎在地上抽不可 包括这几天那个募款 都是不是台大吗 哈佛你那个小布希 那个烂总统 为全世界造下多少的祸害 哈佛也是一大堆垃圾吗 不是吗 还有接布希也是 迷信这些东西 其实还是蛮可笑的 是是 春莹大哥觉得 这个迷信这部分是很可笑 而且重点事情 迷信的人还说学历不是能力 但是他问题是 他在这个 他的进取公报上面有写 我在请教津南之前 我先请教国动委员 因为现在这事情 已经慢慢的 有诚信的议题了 那我们来看一件事情 一样是问杜鲁门 刚才我们 其实我们人俊有解释过了 因为毕竟现在叫杜鲁门大学 已经不叫东北 这个秘书里大学了 所以一样的议题 中国时报用的字 也是比较有利于洪秀柱 但是呢 自由时报用的字 也是说 对不起恐怕你这个学分 当时也是很奇怪拿到的 所以一样内容 你可以摸杀赏 然后接下来 我刚才一直很好奇 你自己为什么一开始 就这么虚弱的说 你的学位是不被责任的 还说你自己是学分班 但你却把它放这边 现在谈的是总统的规格 是不是因为这个原因 所以国民党内部 其实有一个反洪的声让呢 其实就这个学历也好 或是从外文翻译过来 这些相关的名词名称 本来就会融获有些争议或差异 不可能完全相符 那每个人选择对之有利来讲 这东西你要做一个厘清 其实不是很容易 现在重点就是说 其实我同意春旗兄所说的就是 他第一个时间也不要讲说 人家还没问你 就自己再承认说那是学分 而且是教育部不承认 真的 这是他之前讲的 这个其实可以不用讲 就很简单 好 春旗兄所说这文凭买的 我说实在话 买的也是文凭 只要合法 有些学校 我没有说他买 我是说周一共好像影射 买的是合法的 不是 我说有些文凭 我说很多的文凭 我不是说谁 我说现在很多的商人 或政治人物 你去买文凭 他还是合法的啊 就是说你要怪这个学校 滥发文凭嘛 很多政治人物 他本来只有国中毕业啊 可是他这样一路一直上去 搞到最后也是大学 甚至于研究所也有啊 我们认识太多 那你要怪说这个学校 等一下 那是苦读的还是买的 都有啦 OK 你讲买是比较直接 不是说我钱给你 你文凭给你 我不是这样子 就是说混出来了 对啦 你报名进去 然后交很高的学费 然后学校也不严谨 那教书上课 然后考试都随便 很很容易清晰过关 那就是通称所谓的买的 那其实也不是买啦 也要登记 也要经过一段时间嘛 那真这个其实很难在短时间来来做厘清 我的意思说今天包括你说 洪副院长他的团队不应该第一声讲这么多 第二我觉得周刊讲的也不够精确 不够精准 你说这个内容不够精准 不是讲造假两个字讲的太严重啦 说实在话 我的感觉是这样子 你是说这两个字造假讲的太严重了 稍微有点严重 对 但是你也不能说他说错 就是说两边说的都有 我觉得都应该大家很客观来做一个分析 他们讲这句话真的是那么正确吗 我讲好了 你说这个学历 这几天我听到就有人讲说 登在不实 登在不实跟造假 你讲造假可能就那一张本身就是假 就造假 那一张证书文凭本身就假 也可以叫造假 是不是说登在不实 有人讲说登在不完全 有人讲说登在是虚的 有人讲是登在有争议 讲法太多了 换句话说 本来这是一个争议的问题 我讲就是争议 因为大家都知道 所有学问班跟硕士是不太一样的 不管人家最近人家讲说要考试 要有论文什么这些 至少是有争议嘛 那有争议其实你应该冷静下来 也不要气急败坏 人家一批一批马上就跳起来 好好讲说人家问什么 我们就打什么 所以我的看法是这样子 哪怕他这一次 就是说他登在不精确 不完全 而且甚至于说有争议 不实都可以这么讲 但是他要告周刊 也可以告 你说我没有造假 你说可以讲造假 可是我是建议这样子 大家其实要把整个情绪 拉回来他的所谓中道面 就是说 中道 中道面 我的看法就是说 他登记这样子 他自己要去面对 虽然不会影响他的资格 可是你要接受各界检验说 你这样登记是不是有为诚信原则 来委员我一句话问你 等到真的洪秀柱被提名为国民党的立委候选人 总统候选人 那他所说的这句话 刚才我们这个财神有提到 因为现在民党是希望 洪秀柱能够被提名 提名完之后 火力才会全开 就不是短时间的攻防 在他自己讲的话 跟他这白纸黑字上面 有这个进修 在他不会登记完之后 诚信问题 会不会变成他的最大的罩门 所以看你怎么解释 所以我为什么建议说 第一时间出来 要很冷静的把它说清楚 甚至说你有疏忽 甚至有点碰轰 然后那天廖达奇教授讲说 是不是有点虚荣心 那写的太over 太超过 我的证书是真的 确实有到这个学校去念书 可是我写教育授示 是不是有争议 如果有争议 我愿意面对把它收回来 甚至我愿意面对司法 愿意面对谴责 但是我真的这个学校有趣 那证书是真的 我并没有造假 你要把它讲清楚 不要讲说 最重要一点就是 既然教育部不承认 为什么你要登记 要把它写在上面 你要说明清楚 而不是说教育部不承认 然后过去就算了 所以其实我的看法 对啦 会有争议 可能会被人家拿来当 把来打 但是是不是因为这样就没有资格 我觉得还言之过早 而且我不太认同 是国民党内部 就是借着就要把它拉下来 你不认同 我不认同 我觉得马英雄 绝对没有这个意思 马英雄绝对没有这个意思 应该是党内认为说 这个事情大家都知道 众所周知 还是先打预防针 到后面不用打了 早晚都会爆发 我就先丢出来 让大家讨论 如果这关你过不了 你就下来 你过得了关 你就继续打吧 就这么简单 好 我跟各位报告 我们其实这边有很多非常资深的政治 这个媒体人 包括我们年晃 包括我们金兰 在这个政治 这个生涯里面 写媒体已经写了二三十年了 现在我们两个重点 第一个是 这是预防针 第二件事情 难道没有国民党的操作 第三个 当然这个事情 最后会不影响很大吗 稍后我们听听听 金兰 金兰还带了一些 可能要跟大家分享的一些讯息 稍后我们来听听听 金兰怎么来解释 这样的状况 我们新兴进口广告 我们新兴进口广告